今天开始麻烦关注的是中国大陆两会 在今天下午呢有一场很重要的是环保部长的记者会 而环保部长呢是从清华大学校长刚刚转任部长的陈吉宁 要如何面对严重的雾霾问题 我们请人在北京的记者朱启瑜告诉我们 是的主播各位观众 北京今天又是一个严重的雾霾天 那自从呢央视前主播财静推出的雾霾调查报告之后 雾霾已经成为大陆民众讨论度最高的议题之一 而今天下午环保部长陈吉宁就举行了记者会和媒体面对面 谈到要如何治理雾霾 他强调今年的工作重点将会是在控管企业还有查处上面 未来呢也会结合社群向市呢推出微信申报 让民众都可以成为雾霾的监督者 我们来看看以下的报道 车辆呼啸而过民众戴起口罩 北京这几天空气状况很糟糕 在大陆出门前可能都要先查一下手机今天空气品质如何 看起来雾蒙蒙虽然很浪漫 但其实是重度污染 走在北京街头感觉不到一点风吹 持续多日处在重度污染状态 雾霾不见好转 新上任的环保部长陈吉宁两会处女秀一开口 开窗成了大陆官员每天早上最胆战心惊的功课 但重要的是要如何改善现状 比如说少开车 对吧 比如我们少放一些烟花 家里少用一些水 节约用水用电 不是做旁观者 不查清不放过 不处理不放过 不整改不放过 那么我们要让企业懂得手法是底线 我们还要推出微信举报 北京空污指数报表 对国内外形象实在很伤 现在不仅要严查企业 更要让全民加入监督 陆方至雾霾多管旗下 就是希望能摆脱污染恶民 还给大家一个赶紧蓝天 有电TV张生平主席 SNG小组北京报道